花蓮市星空電影院這個週末假期一連兩天的晚上 在圓百建林廣場溫馨開映 現場架設了300吋LED大螢幕播放人氣動畫電影 也安排了多家知名的美食攤商 手影魔術秀、親子手作、二手玩具 還有圖書兌換等活動 吸引了非常多的家長帶著小朋友們一起到現場熱情參與 花蓮市星空電影院18、19號一連兩天 以不同主題在花蓮圓百建林廣場溫馨開映 吸引不少家長特別帶著小朋友到場參與 度過一個難忘的親子時光 還滿不錯的啊 對 就是大家一起坐在這邊跟朋友一起看電影 現場除了架設300吋的LED大螢幕播放人氣動畫電影 也安排多家知名美食攤商 手影魔術秀、親子手作、二手玩具及圖書兌換等活動 場面超熱鬧 而市長衛家宴及多位市民代表們 也都變裝成經典的動畫角色 為活動點綴出許多亮點 那其實圓百一直是我們花蓮市的好朋友 那每每辦活動都是在我們圓百 然後跟圓百合作 那今天是辦理我們的星空電影節 那其實上禮拜我們的聖誕樹也點燈開始 那就有一系列的這個活動開始 那今天也有二手書的一個四集二手玩具等等 那今天主要播放的電影是林雅之旅 那其實也是我們動畫大師 新海城大師 講述一部我們的災難的一個片子 那也希望讓孩子們能夠了解 灌輸下我們其實一個防震、防災的一個片子 那也希望說孩子們看了 未來會有更深的一個感觸 我們希望地球是永續的 我們也希望說孩子的防災意識可以提高 那未來這樣的活動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來辦理 花蓮市公所攜手遠東百貨花蓮店 除了要讓花蓮的夜晚再掀起視覺饗宴 也邀請家福基金會共同響應 招待33戶約110位助養家庭與大家同樂 希望他們都能感受到社會的關懷與溫度 而公所未來也會持續辦理相關公益活動 希望各單位企業團體都能加入 關懷弱勢群體的行列 讓花蓮更有愛 記者 許立晴 花蓮市報導